卫报在这篇题为与美国关系紧张之际 中国将向太平洋派遣核武器潜艇的文章中称 中国军方准备向太平洋首次派遣搭载核导弹的潜艇 并表示美国新型武器系统削弱了中国现有的威慑力量 令中国别无选择 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朱利安伯格 他是卫报国际事务编辑 在卫报拥有一个国际安全方面的专栏 对核议题的关注也由来已久 在他的专栏中大部分文章都与核安全相关 而这篇报道随后也被多家国际媒体转载 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迄今隐蔽性最好 生存能力也被认为最高的核武器发射平台 事实上战略核潜艇因搭载核导弹 且出航下潜后难以被发现 成为检验一国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标尺 各国都对自己的技术讳莫如深 2009年2月分别搭载着核导弹的法国凯旋号战略核潜艇 与英国前卫号核潜艇在彼斯开湾的深海相撞 虽然并未造成人员或核装被损伤 但这件事件被媒体曝光后 使得人们意识到英法两国的核潜艇噪音 已小到难以探测的地步 更让外界意外的是 原来英法这样的盟国也会把本国的战略核潜艇的动向 视为最高机密 并没有知会对方 核潜艇搭载战略导弹在大洋前航 可随时对敌方实施致命攻击 因此被称为威慑巡航 此前五角大楼发布的2016年中国军力报告曾预测 中国可能将在2016年某个时刻 开展首次核威慑巡航 有军事专家认为 一旦巡航太平洋 说明中国战略核潜艇具备实战能力 能够深入太平洋作战 在太平洋 战略核潜艇可以弥补前射导弹射程不足的问题 打击潜在对手的战略目标 而且太平洋海域广阔浩妙 能增大敌方返潜难度 有利于提高战略核潜艇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 如果税型的所谓战略巡航 就代表了中国在海基核武这个部分 已经迈开了步伐 已经开始担任战备值班 那我认为如果这个消息处适的话 更代表了中国可能解决了战略核武三角 这整个运作上过去来一些技术 还有一些控制上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大国来说 威慑巡航早已不是新鲜事物 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问题专家 汉斯·克里斯蒂森的报告称 自1960年11月15号 美国乔治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 开始首次威慑巡航以来 美军核潜艇已连续49年 执行威慑巡航任务 而2008年的31次出勤 更是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经过几十年的规范 美国核潜艇威慑巡航 已形成完善的制度 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 威廉·莫里则透露 美国海军的14艘现役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中 有两艘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大修状态 其余12艘潜艇中 有8到9艘处于执行巡航任务状态 这其中就有不少于6艘核潜艇 潜伏在中国附近海域 至少两艘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一旦接到发射命令 能在数分钟内向重要目标 发射96枚三叉戟2第5型洲际核导弹 而且这些导弹还可携带384枚分导式核弹头 俄罗斯也是核潜艇威慑巡航的老手 1984年苏联潜艇的巡航任务 一度达到高峰 当时有230多艘潜艇 参与各大洋的军事巡逻 冷战结束后 俄海军力量大幅削弱 参加远洋巡逻的核潜艇数量 更是越来越少 到2002年 这一数字迅速下降为零 俄罗斯核潜艇从2006年起 才开始恢复对局部海域的巡逻 但用于大洋区域巡逻的潜艇 和与之联络的超低频通信设施不足 从而影响俄核潜艇进入远洋活动 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在部署经过更新拥有长波无线电发射系统的卫星后 俄军核潜艇开始将作战值班范围拓展至全球 截至目前 联合国安理会武藏中 只有中国尚未证实进行威慑巡航 有观点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 部署战略潜艇巡航 就像大国应该完成的作业 关系到一个国家核威慑力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环球时报援引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的观点说 中国在武藏中是最后发展战略核潜艇的国家起步较晚 所以中国提升战略核潜艇实力也是应该的 即使未来中国战略核潜艇走向太平洋 也并不意外 这是大国应该具备的能力 环球时报周六发表社评 战略核潜艇值班将增加中国安全指出 解放军派战略核潜艇进入大洋深处 常态化战备值班的条件已成熟 这恐怕不是中国针对南海局势的反应 这就是中国作为核大国 合乎逻辑的战略能力构建 未来中国战备值班的核潜艇应当不只有一艘 我们的陆基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值班制度 也应越来越健全 如果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始终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活动 那么就很容易被对方所进行那个掌握他的信息 很容易进行那个压制 所以中国的战略核潜艇 它在今后必然就是说 它进战备值班是在大洋深处 而不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 但现在可能我们的能力已经具备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体现了中国海军的能力的增强 也体现了中国战略威射能力增强 海军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周五顺利靠拨三亚某军港 海军年度首次常代化远海训练任务圆满完成 参训兵力多带动兵力广 全程突出实战条件下的对抗 是这次远海训练的突出特点 而此次远海训练最突出的一点应该是 全程海空情复杂 编队一路上曾先后被美日澳多国舰机跟随 也极大锻炼提高了编队官兵复杂海空情处置能力 经过连续23个昼夜 8000多海里的连续航行 由导弹驱逐舰 合肥舰 蓝洲舰 广洲舰 导弹护卫舰 三亚舰 御林舰 以及综合补给舰 红湖舰组成的海军南海舰队 远海训练编队 周五下午顺利靠拨三亚某军港 编队5月4号上午自三亚出发 在南海 印度洋 太平洋海域 完成了保交护航 协同返潜 合同攻击 防空反导 特种作战 反恐 反海盗等20多个重难点科目 检验了海军新型主战舰艇 潜艇和航空兵的作战能力 也彰显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意志 一次的演习的话 夸这么多的海区 还有海峡 那么可以看出来就是海军现在适应远海航行和作战的能力 在越来越提升 那么以前我们只是简单的一个地区 或者是两个海区 但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大规模的这种海区的话 那么显然是意味着你的远海的航行能力 还有作战能力 包括舰艇编队的这种指挥控制能力 还有官兵的这种训练水平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检验 中国海军此次远海训练引发了境内外媒体多角度解读 编队指挥员 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周旭民认为 海军作为一种国际性军种 到远海大洋进行相关训练 是世界各国海军的一贯做法 符合国际惯例 到目前为止 南海舰队远海训练也步入常态化 今后也将继续组织这种远海实战化训练 我们很难说这次演习 究竟是正具体针对哪一个对象 那么我想的确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 但是从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上 那么它是中国海军 不断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正强的一个显示 也是我们自信信心的一个正强的显示 背景设置复杂化是这次演练的一个突出特点 航行至西沙海域的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 通过组织搜索跟踪 警示驱离 领检拿捕等多种特勤处置演练 提升部队海区管控能力 在行动多样化方面 在远海训练过程中 远海训练编队先后组织进行了实战条件下 驱离警示 搜索查证 打击近安目标 反潜防空等军事和非军事20多个作战行动演练 远海训练编队中的蓝舟舰是参加完东盟10加8防长扩大会议 海上安全与反恐联合演习后加入远海训练的 而演练行动涵盖了执行军事和非战争军事行动 提升了海军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此次远海训练最突出的一点 应该是全程海空情复杂 中心社的报道称 编队一路上曾先后被澳美日的舰机跟随 包括各类舰艇五艘 侦查巡逻机五架 可以说带动的外军参演兵力 不比我们少 极大锻炼提高了编队官兵复杂海空情处置能力 对于中国远海训练编队先后被外国舰机跟随 深圳卫视特约军事评论员石虹分析认为 在美日澳兵力的梯次分配上 如果中国海军从南海一路往下 主要是受美日兵力的跟踪与监视 美国驻日军事基地军力为主 日本自卫队进行辅助 但是到达印度洋或者西南太平洋地区一带的话 就以美澳为主 特别是澳大利亚为主 从不同地域的不同分工来看 美国对于中国海军此次远海训练高度重视 美澳之间它有情报共享机制的 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方所获得的这些情报的 它可以进行共享 所以互相可以了解整个的这种 就是我们海军编队整个的这种航行和演习的这些情况 可以共同在商定相应的这种对策 军事专家认为 从某种程度上讲 此次远海训练出现外军参演 有利于中国海军积累复杂海空情处置经验 也是中国海军走向南海的必要阶段 它真实性可以说是非常强 完全不存在模拟的一个问题 它是实打实的 这个对于我们军队的一个检验能力来说 那是非常高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海军远海训练编队执行的任务 还包括驱离外国军舰 5月10号 美国海军劳伦斯号驱逐舰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交临近海域 中国军队当即采取应对行动 对美军舰进行识别查证 并予以警告驱离 中国海军此次出动的舰机当中 就包括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中的导弹驱逐舰 广州舰 实际上中国海军对于如何与这些不速之客打交道 已经有不少经验 新华网日前的一篇报道就介绍了蓝州舰驱离闯领海军舰的经历 也可以看出中国海军驱离试图闯入中国领海外国军舰的经过 文中提到 去年某一天 正在某海域执行战备巡航任务的蓝州舰 突然接到上级命令 要对集海里外正在不断加速航行 企图闯入中国领海的某舰进行跟踪监视 早已开始密切关注该舰动向的蓝州舰 立即调整航向 高速向该舰追去 由于蓝州舰接到命令后才提速 而对方因为占了先发优势 提速之后一旦全速前进 有时能在两小时内把彼此的距离拉大六七海里 据蓝州舰官兵介绍 因为连续长时间高速航行 不仅油料消耗巨大 使经济航速的三到四倍 而且很容易使机器达到极限 导致不可挽救的故障 所以该舰在竭尽全力高速脱离之后 发现最终不能摆脱蓝州舰 很快就不得不慢下来另想办法 一路上对方舰艇要么借助路过的商船做掩护 要么抛出一些假目标信号 企图造成蓝州舰雷达的误判 不过蓝州舰并未受到干扰 而是成功追上对方舰艇 并通过机动站位 迫使对方无法靠近 当时船林兵用摄像照相机 对该舰进行拍照取证 信号兵则通过肾高频不断喊话称 我是中国海军170舰 你即将进入我领海 为避免误判 立即转向远离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军事评论员吴健 吴先生 那报道称呢 中国海军原海训练便队 一路上受日美澳多国舰机伴随跟随 训练环境是异常复杂 那在您看来 走出去的人民海军 在对付这些甩不掉的尾巴的时候 能力怎么样 其实这就是一支蓝水海军成长的烦恼 看习惯了 打照面多了 也就有经验了 你看公开的报道 复杂的海情空情 倒也练就了我们应对公海上处置特情的本领 比如灵活运用国际法 海事公约 还有海上相遇规则 也就是库伊斯等规则 利用16号频道等手段进行法理斗争 同时灵活变换航速航向编队队形 控卫站位 不让对方刺探的目的得逞 举个例子 美日侦察机在跟踪我海军编队的时候 总喜欢玩低空掠顶 以便拍下军舰全貌进行技术分析 据军报的报道 一位明星舰长 巧妙利用海上风向和外机飞行姿态的规律 指挥舰艇突然转向加速 同时让烟囱冒出来的浓烟 瞬间将低空挑衅的外机笼罩 让他们的视距变差 逼对方转向 在整个较量过程中 外机不管怎样逼近 都始终只能看到军舰的一个侧面 还是那句话 只要战法有创新 胜利的曙光就会闪现在你面前 那从报道里来看 中国海军舰队编队全程依托指挥信息系统 组织多样化训练 您觉得这反映了中国海军战斗力的哪些进步呢 这些年我们看新舰艇入列人民海军 但他们只表示我们的硬件提升了 严格意义上 不等于我海军就能自动形成强大的作战能力 就如同新训中心的兵 必须循序舰阵 由单兵动作到班牌战术 兵种基地专业验收 使兵对抗 才能练就可战之兵 不同于陆空军武器平台 海军舰艇的技术更复杂 从一开始就强调组合 通过不同阶段的组合验收 一艘舰才具备初始战力 继而通过一系列的任务锤炼才能平定战斗力是否达标 审视这次南海舰队的训练编队的形成和经历 我觉得有些看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新老舰艇的战斗力衔接是重点 请看编队第一站到的是西沙 就和当地轮防值班的动武三型韶关舰连续 尽管各舰的性能跨了几代 却能通过强有力的数据链实现连通 实现信息共享 提高了机动储突的能力 第二是让官兵们在具有复杂背景的公海上操课 更能考验大家的战斗意志和实际操建能力 比方说在模拟防御敌导弹攻击时 在驾驶室负责航海作业的官兵 因为身处高位难以提前赶之 这样待在舵房外的瞭望哨 就可以配合作战情报室 同步警告导弹接近的情况 并由航行直跟官下达就地掩蔽的命 从而避免导弹在近距离爆炸时 对人员造成伤害 而像这样的训练就能锻炼舰员的整体意识 回顾上世纪末以来 解放军强调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 局部战争为目标 海军为了强化制海能力 训练的形式已经从单舰 多舰种到今天多兵种混编的联合编队模式 训练的科目也从单纯的航海训练 向多兵种协同甚至跨军种联合作战训练转变 诚如一位海军水兵说的 咱们的军舰航计延伸到哪 那就是战场 好的 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 分享您的观点